香港人最慘的是什麼呢? 不只是肺炎那麼簡單 城市的環境急速墮落 是一個第三世界難民的城市 貴了一個五元的口罩 在街上露宿 排六七個小時 而政府竟然說不關我事 香港人很悲哀 今時今日是不是還是我們認識的地方 抗疫其實是抗暴的第二階段 過去七個月來我們都做得到 所積累的事情 更好地在抗疫裏面發揮 我們齊上齊下 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我們不僅能夠成功抗疫 確保香港沒有大規模的感染 你看衛生署公佈的 其實住在那些 有疑似個案 正在隔壁的大廈的人 又沒有口罩 又沒有消毒液 你想想他們多麼徬徨 走多一步的意思是 照顧好自己之餘 還是照顧好在社區裏面的 其他的香港人 你當他是你的兄弟姊妹朋友 而是大家我們香港人 政府無能政客無恥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天天坐在那裡哭嗎? 但是如果 我們是繼承了抗爭的精神的話 是一路可以走下去的 因為這個精神就是我們最大的基礎 意見不同也好 大家有一個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 一個這樣的 understanding 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和你身邊的人 在抗疫這件事裡面 建立一個關係 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我覺得 沒有口罩的 有很多方法 可以 防止飛沫感染 沒有 酒精的 我們現在會發動的人去買酒精回來自己做的初手液 和家居消毒 分發出去給其他需要的人 你派洗手液 派口罩 去做洗手液的過程 或者是去社區清潔的時候 大家見面 疫症之後 不單止隨罩在煲底見 都不用在煲底見 在家樓下的花園見 我做得到 其實你們也做得到 因為我們都是熱愛香港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都走多一步 走前一步 我們的社會不斷進步 在我們拖我後腿的政客 其實是會被時代淘汰的 現在已經淘汰了 很多過去仍然對政府 有些少許信任的人 這次是最受害的 現在學校什麼時候復課是不知道的 如果雙職的父母 他們的小孩怎麼辦 是不是留在家裡 其實政府是不會想的 我相信這些是需要很多 專業人士 醫護 社工 教師 大家再走在一起 去想一下我們怎樣 在社區的基礎上提供服務 以往那些小孩 爸爸媽媽沒有空 就等到他旁邊的主婦看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內部 這種淪捨的精神 可不可以出來 如果你知道 你那個大廈裡有獨居老人 你有空可不可以去拍門找他 就算他不認識你也好 問他有什麼需要 你去買菜可不可以買他一份 那就不用他上街 有機會受感染 我覺得這些是很多 生活上的事情 其實 但是在於你願不願意走出那一步 而我們不應該去幸災樂禍 我覺得更加需要的是什麼 新的手出來 去幫他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就是真正的香港人 香港人 我覺得其實已經 世界裏面 數一數的公民 我看著那些排口罩的人 很有秩序 默默地 大家幾千人在這裡排隊 當你有的時候 你先給了需要的人 口罩是給了人用才有意思的 如果我預計 我又可以捱到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我會先拿去給需要的人 因為他一個都沒有 或者他那個口罩用了四天 那個口罩就是全部病菌 如果你身邊的人 就算政見跟你不同的人 他感染了之後 你就可以脫掉嗎 其實是幫人幫自己 香港絕對不是一個孤島 其他身處在海外的香港人 那些口罩寄回來的 其實不只是美加 很偏遠的地方都有 印尼都有 印尼都有 我們自己在香港出生 去到海外的人 他都會回來幫我們 這個是最重要的 疫症為什麼肆虐呢 是因為暴政 大家被政權逼到一步一步 要由一個小市民 變成一個超人 所以如果 我們自己能夠團結成為 一個香港人的命運共同體 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的人數 一百萬二百萬 一呼百應 這就是我們說 1.0 2.0 3.0 這個第二波的公民抗疫 是會令到我們 迎來真正的 民主自由的香港 好 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 這個奪名鬧鬧 在進入我們今晚的主題 叫做PK廳之前 就想說一件事 都跟我們的生死存亡 是啊 這個很嚴重的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深水清的城寨的觀眾 就知道 我們在YouTube 由一開台到現在 我們都在YouTube上面 做一個平台 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甚至是被YouTube封殺 就不給廣告 也找過莫乃光幫忙 半年之後解封 現在大家都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網台 YouTuber 被列入為黃標 黃標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 城寨的節目 隨便抽出來的 你看到在 Dollar side 其實就變成黃色 另外一些就叫做綠色 綠色就是沒有事 就是正常的情況 因為其實YouTube 在兩年前 設定了一個 它改了制 有一個community guideline 所謂community guideline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這些東西 你賣得廣告 其實就是可以開放 給絕大部份的人看 就是老少咸儀 你不要說粗口 你不要說一些猥蝕 也不要說一些鬼故 不要在做假新聞 這些東西 其實是正常的 你包括這個原理 就像TVB 你說拿牌 而不如 或者是家長指引 或者是老少咸儀 對於廣告商來說 這也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因為有些廣告 譬如他自己本身 譬如我放數 那樣 就是財仔公司 那樣 我不想 放在一個節目裡 那個人 整身爛債 其實你不想這樣 其實是 這是合理的 但問題就是 我們都發覺 這個願像 怎樣去把黃標 或者是被紅牌 黃牌 任何節目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已經被封殺了一段長時間 因為都 反送中 接著到現在武漢肺炎 我都沒有時間去處理 那就算了 大家看到我 都不怕落 經常在節目裡說 FPS過數 叫人支持城寨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過去 本來一晚的節目 可能都有幾千元 兩三千元 或者三四千元的收入 相對來說 本來都少了 比其他少 夠交租 就很多少 結果現在 大家有留心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經常留言 為什麼城寨不見了廣告 你看的時候很順暢 很放鬆的 你不用經常禁制 但問題是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做經營者來說 其實很難捱 因為現在不只是城寨 不只是城寨 因為我看到 你們是花生台 我昨天好像看過 原來台灣那邊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看到香港很多YouTuber 譬如我以前拍檔 華仔徐少華也是 趙博 趙博也是 我不知道 老蕭今天也有說 老蕭也是 老蕭也是 昨天我在連登看了那些帖 就是講YellowYouTuber的情況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這個時間 如果你不是被標誌為王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我覺得就是你不要出來走 是不是 你影響 很大力極有限 這個叫做 他又不是完全不給廣告 一個都不給 可能就是一個起兩個子 很少 大哥 我的頻道 二十幾萬人 一個星期都十幾萬人看的節目 竟然是不夠煮食的那些 是啊 是吧 是啊 萬多人看的廣告都比我們多 那你大佬 你明明就是 有人去針對這些政治的YouTuber 因為那個針對是無差別的 包括有些節目 我們上載之後 其實都還沒有設定 還沒有放出街 已經收到黃標 黃標 你黃標是什麼情況 其實一般來說 會有人投訴 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是整個台 就是慣性地封殺 這個是 我們肯定是 大家一直看下去 就看到了 坦白說 我都沒有氣 因為這麼多事情要搞 也沒有這樣的時間 跟YouTube這些門口又高 又大 去多費 不如這樣 找一次約莫乃江 一劑過搞 找周庭 大J 吳志森 曾志豪 全部一次過 你想如果是中宣部在幕後搞的 那你YouTube是不是現在 先跟老共做事 這個很簡單 你美帝的企業 如果你是美帝的企業 為什麼你先幫中共做事 如果人多 是不斷用軌帳去報告的話 那就是黃標的 那你有沒有方法 像Facebook那樣 去取替這些軌帳呢 或者對付這些情況呢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他用這個方法 玩殘你 你以為開放這個言論自由民主 實際上 中共就用所有的軌帳 去將這件事扭曲 而成為他自己的宣傳 他就不斷開 那些假 Twitter也試過 是刪除了大量的 這些中共的軌帳 在Twitter裡面 所以我就說 現在如果是 我不知道 Facebook就有辦公室在香港 YouTube就應該沒有 YouTube原本好像去年上來搞的 但是好像說 特區政府很膚顯 其實好像不太緊張 整天在口口聲聲 說要搞什麼高薪科技 講就聰明 每次用到你的時候 就什麼都做不到 連口罩都做不到 每年一千億等給這個創科局 垃圾 李嘉誠全球採購 都快要快要 已經25萬個口罩 今天已經 送到那些社福機構那裡 林鄭今天還在說 我們還在全球採購 其實說真的 她現在到貨 她說 她訂購了二千多三千萬 到了才只有10% 其實你看到 現在資峰 李嘉誠 這些加加賣賣 其實已經足夠她的數 其實是 你說你的政府多麼垃圾 喂 我們派出去 都要兩萬口罩 還沒計算 每天市民拿上來 用各種方式寄回來 你今天看見都不像火棍 不想說髒話 你真的連訂旅遊巴 在東京 就是了 要中國領事館 日本領事館 中領館大使幫忙 還好意思說出來 向她道謝兩次 這些有什麼好拆鞋 說真的 這個只會證明你廢 連旅遊巴你都order不到 說很搶手 喂大哥 正如你經常說 那些經貿辦 那些經貿辦 做什麼 其實是 真是吃失米的 喂 訂兩架旅遊巴 去將鑽石公主號的人 運回去機場 再由機場所確態回來 你說是 旅遊巴公司很多時候 擔心什麼什麼 就是會有傳染等等 這些 喂 你沒有旅遊巴 你懂得化整為零 喂 你請一百架的士行不行 是不是白癡的 喂 你用一下腦子轉一下彎 麻煩你們 喂 這些 你自己香港政府 打個電話給香港日本領事館 都幫你搞定了 是不是 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代表 那個規格 其實是等同於駐北京的 不是 他們同時間 現在有一個民間的經貿辦 譬如那個光頭的那個藍絲 那個叫什麼 那個華基茶餐廳 華基茶餐廳 住日本 被針嗎 他不知道 好像還在 起碼他在那邊 就是落地生根 這些人可以幫忙 梁振英 他自己本身那間舊公司 其實都在大阪那邊 其實有一些三義 其實是 他有做過這些股價的什麼 我記得 一定有的 有 他這個什麼 那個 他沒有賣到的 那個 那些什麼 重量行 戴德糧 戴德糧 是啊 散白說很簡單 你真是沒有旅遊巴 坦白說你隨便打給東營郵 喂 大佬 人家做日本旅遊生意的沒有旅遊巴 你要去找中國領事館 特意去告訴香港人 中領館幫我訂旅遊巴 這樣去做show去擦習近平鞋 你真是看到這些人 你真是看到前面 就想兜巴打到後面 真是 完全是沒有一個羞恥之心之緣 口罩就寫信去國務院拿 然後跟著旅遊巴 就叫日本領事去幫香港特區政府訂 大陸人為什麼會看不起你香港人呢 上一次運口罩來 胡錫進那些人已經在那裡煽動了小粉紅 在那裡小香港人 還想著可以擦鞋 誰不知呢 就是拍馬屁 拍著馬春袋 大哥 我們沒有去到你那麽堕落 沒有那麽賤格 坦白說 大陸的東西我們不吃 東江水我們都不想喝 對不起 因為東江水 是污糟辣坦落到來 要加大量的化學品 去去那些污染物 等於將毒尿變成水給我們喝 誰想喝 好了 你現在就說連旅遊巴 他就是大陸人 明天環球時報一定會拿來講 你看看你有爛的時候 就由國家幫你 這些人你想一下他的心思在想什麼 大哥 經貿辦 起碼都D4 D2到D4了吧 D2和D4過十萬人工 大哥 駐東京辦事處 不是一個人 下面還有幾個人 還有日本的員工在那裡 你問我 全部剪掉了 今年預算 將所有ETO的預算 記住 還是坐在立法會裡面的民主派的議員 將ETO的辦公室的預算 全部剪掉了 一個都不要 全球買口罩 你看看 全世界連汪明荃都買到 唯獨是我們香港特區政府買不到 他現在林鄭賤到 他今早還要拿 現在三百多個 在郵輪上的香港人做人次 就說沒有了 現在三百多個香港人回來 我們要找地方隔離 一定要找進陽村 沒有後備方案的 你知不知道感染數目是很厲害的 香港人 是四分之一 最大的疫區 四分之一 整架船 所以今天 你看到何柏良 都在那裡說 整架船已經等於疫區 根本就是一個疫區 感染率這麼高 三成 所以有些人說過日本人是愚蠢的 其實如果你的情況是愚蠢的 你應該早點讓他們上岸 你一早就排查 然後讓他們上岸 就隔離 其他人怎麼會這樣 留在那裡 你第一次沒有中招 你不難保他第一次沒有中招 大哥 那些菌是會走的 所以這個是愚蠢的 但是現在呢 雖然他主要 他整個日本 雖然叫他第二大疫國也好 但是他整架船 已經包覽了八、九成的病人 其實現在日本只有七十幾個 香港只有九十幾個 沒有 確診 六十而已 六十而已 是少於新加坡和少於日本 不是的 在船上的香港人 這樣就算回來 可能會派回贏 是啊 如果一回來便會贏 告訴你 要重新計算 就是陶傑那架 那八十歲的伯父 開車感染 還有森美 森美 把牙齒都在 是啊 在船上 有些消息說 好像他中了招 有沒有看到什麼事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四分一 昨天何柏良就說了 其實和袁國勇都說了 你整架船都嚴重到這樣 而且 當中有很多個個案 其實是隱形的病人 隱形的患病者 你看大古城的個案 所以 袁國勇就說 如果你有這麼多隱形病人 就一定要傳聞戴罩 你不傳聞戴罩 是防不升防的 所以 蘋果昨天拿著 袁國勇和何柏良 那些說話 就馬上問這個特首辦 特首辦 你之前說 月初 林鄭華 你會不會 你這些公務員 要限罩令 如果沒有必要 如非必要 就不能戴罩 昨天蘋果問了他 他竟然說 維持月初的說法不變 即是不戴 即是不戴 不戴 他還叫我折光出來說 我折光就撐他 是啊 22人不戴罩都沒有問題 22人不戴罩都沒有問題 是啊 現在不是在說 別人傳給你 是當你是隱形病人的時候 是你的混蛋傳給別人 所以我就說 鬼不忘這個祖土會全部都中招了 所以我呼籲 林鄭如果你這麼威猛的話 最好你學一下洪心 即是在這個啟德碼頭那裡 迎接這一群 不是 他現在包機回來 包機回來 他就最好接機了 其實就 抱著這一群這樣的香港人 那個威什麼特丹號 威斯特丹號 威斯特丹號 他又送花 又握手 真是這個大愛包容 原來是柬埔寨 網上有一種說法 叫正宗洪心 真是大愛包容 你問我 在這個人情冷戀 太嚴良的時候 我想美河郵輪 應該都給了不少錢 大埔寨政府 他真是很真心 真心賴共 你不要輸給洪心 你覺得不戴罩都沒有問題 你很好接機 其實我覺得林鄭你 其實他很勇猛 因為他前幾天去這個 深圳灣大橋那邊 其實他也是不戴罩地去巡 其實有 這些叫做什麼呢 我告訴你 什麼都咬 他講了之後 即使我告訴你 他自己有隱性病徵發燒 也好 這條混蛋都會死頂繼續衝出來 為什麼 就因為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 你們這群混蛋 每個戴罩都是錯的 頂到命死了 他都會繼續頂 不是他死那麼簡單 是含家產 問題是他會傳給其他人 深圳灣的海關 入境處的官員是無辜的 其實 我沒有所謂 我還看得很開心 從你唱小鳳姐都可以 大哥 你整個三思十一局 你最好攬著葉柳 攬頭攬頸 最好一鍋屬 有什麼所謂 但是你這傢伙真是類街坊 是不是 所以我上個星期 我們講了什麼 七分鬥爭 其實應該改為七分鬥氣 兩分應付一分抗疫 五分鬥爭 四分鬥氣 一分抗疫 差不多了 五分和泛民鬥爭 四分和全港市民鬥氣 九分已經去了 應付都沒有 剩下一分就是抗疫 就是這麼簡單 差不多了 現在實際上 大家都已經講了這麼多次 由梁卓偉說不大就開始 對梁卓偉改變立場認錯 大哥 人家說了都是哈佛公共衛生 毒碩士還是什麼 大哥 你都要跟所有專家對著幹 但是他每次一開會 一去搞記者會的時候 他一開始一定戴頭盔 就說聽了很多專家的意見 每次都是這樣 如果聽專家的意見 他不會這麼遲也不封關 口說齊心抗疫 做起來 就遇民為敵 他覺得我厲害了你 袁國勇 你見不見梁卓偉再出來 收了聲很久 為什麼 出來一次 就已經得罪了阿姐 阿姐已經叫他彈開了 梁卓偉這些就聰明了 你自己做過特首辦主任 我跟你共事過 你都不知道林鄭什麼了 你現在撲頭出來 去幫他做事 大哥他第一時間 有獲隊給你 然後在你背後 走開一點 真的有這麼快 彈開這麼快 你說到吳大罩 大哥 昨天流出來的警察 鄧炳強 和神器明星足球隊 歡宴 大哥 大家以為吃花生 其實不是的 你留意一下 他們每個都跟邊爐家族一樣 他更離譜 那邊爐家族 更離譜 身為政府官員 你說這是私人活動 大哥 私人活動 是不是可以亂來的呢 大家看看一段片 然後回來我們再說 究竟他們犯了什麼 嚴重的政治錯誤 嗯 好 OK 那首先呢 好多謝神器和明星足球隊 今天呢 是跟我們踢球 一起吃飯 謝謝 那首先呢 我多謝我警隊的兄弟 因為真的很支持我 沒有他們支持 你一定一定要啊 你都靠我啊 另外呢 今天呢 我很興奮 因為我看到很多偶像 從成龍大哥開始 到Alan 到智慧 到Ben 到這麼多位 全部都是我偶像 所以呢 我心跳得很厲害 其實呢 為什麼說去區議會 說話這麼厲害呢 因為呢 就是聽智慧那些 開開心字典 嘩 很危險 開開心字典 就是這樣才能學到 那另外呢 其實我做警察呢 我是學成龍大哥 啊 學阿光忠春啊 啊 那你們全部呢 就是學你們呢 我不知道怎麼做警察的 看著看著會做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看著看著會做的 那另外呢 今天呢 我其實是很討厭你啊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老婆喜歡你 都很喜歡你 嘩 沒有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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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都喜歡你 好 今天真是很感謝 這麼多位 踢球的朋友 還有這麼多演藝的朋友 其實大家是老友 全部在心中不用說話了 只要你們是給我們一個手指 我們 我們苦湯道火在所不遲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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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了後半部 前半部也算了 無謂再播下去 大家都覺得 看完之後 越看越火滾了 告訴大家 其實 就不是大家吃花生 說這班過氣明星 藍絲廢老等等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我正在說 這個身為公職人員的問題 其實 公職人員 其實行為失當 就不分 它是在公務期間 還是非公務期間 其實 那究竟這一餐裡面 那個breakdown是怎樣呢 警察是需要公開交代 他說 大家都有付錢 是不是 500元以上 500元以下 就可以接受款待 這個據說 就是又一村 那個會所 雖然看上去 就好像富林 那些明星酒家 那些 那些 那種味道 就是80年代的那種味道 那究竟吃什麼呢 我相信 是要拿一張 菜單出來才知道 他也有些小菜 我看到其實他也尾聲 因為已經有些高點 這個美點雙輝 對 美點雙輝 是尾聲 其實已經是去到 那些什麼 這個好像是炸紙計 還是那些什麼薑蔥肉 那些很簡單 神禧就是足球會 應該是老闆請的 那就叫神禧交代 如果警察不交代的話 究竟total吃了多少錢 款待公職人員裡面 有多少公職人員出席 除了這條片裡面所說的 謝鎮忠 江永祥 PK等之外 朱經緯就不是公職人員 朱經緯就是更生人士 是更生人士 我已經洗了體 第二個問題 就是 我相信保安局也要追究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在疫症下 其實陳肇始已經說過了 大家盡量不要去卡拉OK 叫人家連K都不要唱 我們碰到這班人 不單止是公職人員 我在說警務處那些 第一就是唱K 已經違反了自己政府裡面 官員的要求 又叫人家 接著那個K的咪 好像連包著那張套也沒有 沒有的 是無套唱K 不是無罩 這不是叫環保咪 無套唱K 誰知道是無罩吃飯 沒有人戴口罩 還有用功快 究竟有沒有警務人員 要求這個地方不執行室內禁煙 控煙辦去那邊 其實有人吃煙 好了 我就希望控煙辦去調查一下 這個又一村這個地點 這個晚宴的地點 有沒有市民可以提供呢 好像就是屬於他們居民的一個會所 又一村會所埋單 有聽眾的Samantha說是月潔的 就不是用cash去找數 那就是說 難道鄧炳強請客 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以怎樣付錢 什麼時候付錢呢 如果他是月潔的話 其實這些數是要測試的 不過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譚詠麟 那些人在問他 究竟為什麼要你見面 什麼時候見面 他說什麼 什麼什麼時候見面 患難就見真情 我真的很期望 你現在患難見真情 會不會變成患病見真情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人糟糕的話 這次真是一窩熟 我這次就 我告訴你 這個就不只是大家串他這麼簡單 如果你很簡單 你問習近平 我想這個PK等已經炒了 抗疫高峰 你試一下武漢的那些官員 被人拍到 在那裡唱K 然後大家在那裡握頭 在那裡講一些肉麻當有趣的 有趣的 在那裡握頭 你跟整個總路線 抗疫的總路線 根本是背道而馳 人家要求你 就不要群眾 不要聚責 公司就取消連夜飯 接著那些酒樓 已經是牙痛的聲音了 接著就叫大家不要唱K 你這幫混蛋走在一起 不僅不僅 大哥 每個人的BOTOX加起來 我想是一吨重 打到他的臉上 那些人全部都是六十多歲的 踢什麼球 我想問一下 都算了 你喜歡踢球 你身為公職人員 你們檢點一下好不好 這個不是因為曾哲偉的父親 是通緝犯那麼簡單 是警隊裡面的貪污警察 而被廉政公署通緝 但是他學他們什麼 學他們做警察 看看就認識 如果是學他們做警察 難怪這麼業餘 大哥 那是怎樣 學曾啟榮做警察 曾啟榮他以前做過警察 你有沒有看黃晶那部《金錢帝國》 你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裡面有個角色是陳奕迅做的 專門跟呂樂踢球的 那就是曾啟榮的角色 我只知道曾志偉以前 很久以前做過小小小警察 其實是被人玩的 很白癡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是開心字典的前身 他說是開心字典 那我特地去Youtube看開心字典 說什麼 原來開心字典 以前曾志偉 就跟林敏聰一起做的 在說什麼爛戒 食字戒 主要在說食字戒 那些不會令到你 說話說得那麼厲害 是吧 鄧炳強 原來你覺得 看這些就可以學到東西 難怪你口才那麼差 你經常說話在這裏 第一 他覺得那次在中西區區議會說話 這個已經是笑片 因為文匯報和大公報 就將它寫得很厲害 大哥你圍爐取暖 大公報讚你厲害 拜託你去柯督尿 照下鏡子 是不是 大哥你靠石房友 和李斯燕獻花 已經是很噁心的 整件事 然後最好笑 開心字典是什麼 就是那些侄人 不用被那些 怎麼說呢 就是林敏聰開始的 就是那種食字 其他人 都真的有做警察 譬如你說 方忠信 他都飾演過 但方忠信 你見到他以前做過 哪一套戲是做警察的 哪一套戲是做警察的 我不知道 就是做昌王 張明監 張國榮 是他把張國榮逼死的 那是混蛋 是混蛋 是混蛋 接著你學大哥 譬如說成龍 成龍以前 他是出名什麼 就是警察故事 暴力警察 就是暴力警察 就是暴力警察 不跟規矩做事 還有專策內部調查 很好笑 我記得以前 小學的時候 小學時代 這套戲是一個好人 有一套戲是一個好人 我有朋友 我有同學跟我說 怎樣一個好人 你經常駕駛的車 經常駕駛大膽車 撞來撞去 在商場裡面 又騎著吊燈 周圍闖來闖去 善闖民居 你怎樣為一個好人 這樣 還有你問我 如果一個警務處長 不會做警察 做什麼警務處長 我覺得 第一 第二 你不要當是開玩笑 我跟你說真的 成龍就是一個不學無術 是 是 有私生女不認 然後私得敗壞的人 他現在只有一件事 就是拉著共產黨 那條尾巴 去搵食的 一個契弟 然後你告訴香港人 你學成龍做警察 你說你學李修賢也好些 還有兒子是吸毒的 你兒子是不是吸毒的 兒子是吸毒的 你說你學李修賢也好些 你學成龍 你要拆鞋 你拆上面那些 你拆這幫明星足球隊 我覺得真的好笑 真的 他已經去到什麼 希望喝球別人的認同 對 我知道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是機不擇食 你說電影警員 你也有很多 role model 例如你剛才說李修賢 你說近一點 你也可以說一下 譬如杜其鋒 或者 你說任大華也好些 任大華 任大華 認多多 還有任大華的大哥 到底都是機動部隊的校長 大哥 大哥 你差多遠 你竟然說到 你一個小丑 我小學時代 不是我中學時代 過二十多三十年前 很簡單 你去選港者 那個評判面試的時候問你 喂 你以誰作為你的人生的模範 對象 接著你回答這個無線 你說 我以這個倉井空 作為我這個人生的模範 我要向他教我怎麼做人 你猜你能不能入圍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 一模一樣 大哥 以前 你說了 為什麼HK1 車牌一哥 別人 告訴你 你自重的身份 港英年代 他不需要惹惹 看著你的 因為很簡單 他告訴你 什麼叫自重 自重就是 你為什麼 以前ICAC行動處 徐家傑 為什麼會突然被解僱 其實是一個謎 究竟是不是涉刻都不知道 實際上是因為 他是搞泰拳的比賽 這個 兩種說法都有 泰拳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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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那裡是龍蛇混集的人 很多都是幫社團去訓練打兒子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自己也去拳館學拳 很多這種玩偶人出吹入入 這個很正常 《玉敏》以前也是 去拳館 泰拳理事會 副主席 不出奇的 因為很簡單 你知道拳館打擊這些 搞拳賽這些 多多少少都是黑白兩度的人都有 但是如果他要你自重身份的話 你就要分得清楚那條界線 是分得很清楚的 你不可以走過去 你不是說因為我和他老友那麼簡單 而是你老友之後 你看回鄧炳強剛才那段說話裡面 以後我們赴湯道火 各位大哥只要給我一個手指攻我 那就是怎樣 就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為這樣警察就可以變成結黨刑事 去和這些明星去執行他們的工作任務呢 是不是他們的塞車就會找得快些呢 是不是他們去收難數就有警察去back up呢 或者他們開的酒家或者拿酒牌 警察就不反對呢 是的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多值錢的 所以我剛才說之前很多演唱會取消 其實是因為很多活動取消 都是因為警察最終你批出臨時娛樂牌照的時候 警察可以反對的 嗯 那我想問一下 那是不是他們的演唱會就可以開呢 大哥那番說話是什麼意思 大家有沒有想過 嗯 那番說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就是我兄弟來的 是的 這個就是社團的邏輯來的 其實ICS應該查 大哥你自己是警察來的 你怎可能用一種黑社會的邏輯 他竟然是公開這樣說的 在現場裡面 杜汶澤很睏 他發現了這個沈家偉在 是的 他說IT不要買 他說是藍絲的獸醫 哈哈哈哈 第一就貴到無倫 第二就是那些也是一些所謂 騙年輕人潮童的牌子 現在都慢慢淪落成為廣州仔 大陸仔的衣服 所以大家醒目的香港朝童已經不賣了 現在只剩下大陸遊客 大陸遊客都不來了 這次我剛剛看新聞就好像旅遊業 就叫虎連天比SARS還差一半 當然啦 那麼IC審家位 我告訴你已經等要倒閉了 我覺得不用什麼抵制了 藍絲拿來做獸醫都沒有那麼多錢買 如果他們被人抵制 藍絲怎會真的撐 美心也不撐 但是裏面那些人 我覺得裏面一大棚的 其實大家細心點數一下 其實不只是那幾個 這班就是過去所謂的娛樂圈裏面 那些的組織分子 華東水災也好 佛也好 都是這班人的 所謂大哥大姐 娛樂圈裏面的大哥大姐 那時候我講80年代 很久了 現在娛樂圈已經沒有大台了 你身為警務處長 你問問刑事情報科那些 你就絕對知道那班人裏面 誰是有底的 怎會不知道 很懷疑 陳小春竟然不是在這裏 陳小春沒有空來 不過他好像不是踢球的 他明星足球隊是以前一班成家班的打仔 再加上阿倫那些 有些人就不追上去 但是我推薦大家看黃晶這套金錢帝國 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講踢球的 你知道嗎 曾啟榮的角色 就是陳奕迅的角色 怎麽埋到呂樂四大探長身邊 在球場那裏 專門餵球給他射 所以足球和警察 一直以來 都是警黑之間的一個聯誼活動 大家不要開玩笑 是真的 如果認識那段四大探長的歷史的話 曾啟榮就叫做貼紮爭 貼紮的時候 在英治的六七十年代 貼紮英很高級的 就是軍裝的高級華人的警員 1976年潛逃的應該是 在那裏正司上訴要求 就刑期覆核的時候 就棄保潛逃 就一直都不能回到香港 這個就是一段的歷史 大家看這個 呂樂轉好像沒有講這個角色 我只記得是金錢帝國裏面 陳奕迅的角色 就是踢球 所以我昨天說 英治的大家一直叫做崇優 崇優就是不懂英文的 學好英文 是吧 送你去蘇格蘭牆 學警政 不是去清華 不是去普通幹部學院 是去蘇格蘭牆 送你去法國的Interpol 去受訓 或者去那裏做事 一陣子就不培養等等 等於ETO一樣 就是這個經貿辦事處一樣 等於你派外外派的時候 建立你的人物 認識多一點這個世界 因為香港是一個 吃四方飯的一個貿易城市 也有國際都會 如果這個視野不夠廣闊 你撐不起這個國際都會的招牌 但是你現在看到 從ETO開始到警務處長 全部那陣豬三角味 你真是的 在豬三角卡拉OK裏面 差在尾有幾條女兒坐大腿 昨天的場景 你看完那段時間 差在尾有這些 這些下場才會做的 通常就是那種味道 你再墮落一點就會有女兒 即是說他們在香港這場沒有 如果那場在深圳的話 就一定有 這個不奇怪 是的 但是我看到 其實剛才譚詠麟說的話 譬如說患難才會見真情 才會見面 這句話其實很反映他們 很反社會 為什麼患難 為什麼譚詠麟 這個時候會覺得患難 為什麼又覺得 其實警隊都是患難 警隊一點都不患難 警隊哪有患難 每天都會打人 沒有人中招 都沒有人受罷 大哥 我就說很簡單 你比一下警隊過去半年 催淚彈要什麼有什麼 新型號有 催淚彈不夠 就再催淚手榴彈 是的 然後跟著 橡膠子彈還說要木子彈 現在 跟著就追擊部槍 什麼MP5什麼都有 Clock 17 Clock 19 全部都有 跟著 瑞捕衝鋒車也有 水炮車也有 陰波炮也有 什麼裝備都有 拿來打香港人 跟著警察 跟著醫護救香港人的 什麼裝備都沒有 這樣 大家有目共睹 既然你現在吃飯 那麼多人一起打火鍋 你都不戴罩 其實我覺得 是給錯你們的 你現在是劉兆邦說的 就是PPRB的劉兆邦說的 我們一人拿一個口罩 一點都不過犯 但其實現在看回頭 你一個都 可以在這些場合 都不戴罩 要這麼多來做什麼 你要這麼多來做什麼 是的 是的 但我很少看到他戴N95 是的 那拿你的N95 為什麼不給醫管局 其實不是 這些東西 就等於他如何去益外母 如何做人情 為什麼我們看到 到處都是 SSI有債 是的 怎麼會看到 其實其實 蘿均滿都戴著 蘿均滿都戴著 為什麼他會買到 為什麼我們沒有 其實是 這些就是 這個視點31 之前做 上個星期做過一個特輯 就是有一些家屬說 這些是潛規則 你很簡單 你這麼多時間 去投訴香港電台 附和梁振 發動香港警察 發聲 投訴香港電台 是不是 你這麼多時間 大哥 你看看你自己警務處長在做什麼 大哥 像不像一個警務處長 我想問一下 還有兩個PBRB的高層 謝鎮宗 謝鎮宗好像調了 好像做這個負責 做IN人 招募警員 警隊裏面的組織部部長 就是說負責專請那些 垃圾偽俊仔 兩個頭在那裏 你看那個樣子 在那裏 叫做什麼 舉手 好像入球 大哥出來走 後面左右雙花紅棍 那些 那些傍友 是啊 那些傍友 你知道警察吃飯都是這樣 是啊 是喜歡坐幾個高層 在那裏傍著他 現在是整個社團 現在是 我記得很久之前 其實我的師兄跟我說 其實他考虐督察 其實就是說 其實你警隊裏面 很多年都是的 你不埋堆 很難找到吃 其實是 很容易被人排斥的 這些東西 就算是我們以前看這個 一個機動部隊 就是杜琪峰 其實也有描繪過 這些情形 其實是 現在是更加 現在明目張膽 現在明目張膽 你說是不是朱經緯拍 我也不知道 但是那段片 在藍絲群組 已經一直瘋傳了 就是說他們根本覺得很威風 他們不覺得有問題 他們不覺得有問題 不然怎會瘋傳 但是那些明星 他們自己的feel都有問題 因為叫他們不要拍 林郭斌叫他們不要拍 但是沒有去扶 因為大哥 你現在拍攝 你那個是朱sir 是警隊裏面的英雄 其實是 是 role model 是他們自己本身 犧牲了的第一滴血 這個是 那不就是證明什麼呢 你很多時候說 以前六十年代 他是警黑一家 現在 是不是 鄧炳強為什麼會對這些東西 完全不會避忌呢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就是2012年 就是元朗警區的指揮官 就是高老和 為梁振英 下去朗晴村諮詢會 叫門生出來護航 那一次 那一次的指揮官就是鄧炳強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他跟阿倫說什麼 赴湯道火 不用說話 這些對著高老和 是不是都說過呢 其實 你不用說 你就是721那天 他們那幫人 搭肩膀說的那些說話 那個什麼 李漢文 他跟鄧炳強跟鄧炳強說話 那些語氣一樣 知道的了 知道大家做事辛苦 就是這樣的語氣 所以我就是說 你怎麼不墮落 我告訴你 以後 那30年 都不會有好人進去做警察 你看到這些場面 最終你進去的那些人是什麼人呢 貪威識識 在中學裏面那些失敗 讀書不疼 然後什麼呢 就是做過學生的時候 就偷人家 跟著被人家 當場刺爆那些 還想威的 是 為什麼 很簡單 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同學在做警察 有 如果一班人 就是 大家舊同學聚會 到20多30歲的時候 沒有了 如果大家都進不了大學 那個女同學就去了恆生銀行做Teller 現在不是叫做恆山銀行 恆山銀行 那個男同學 其中一個就去了 還在地盤那裏做 另外一個做這個 賣電訊卡 是吧 然後跟著有一個就去這個 讀完大學之後出來 就找不到工作 如果你是最差的那個 不過你做了警察 你在那個聚會裏面 你已經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真的 因為你在人家心目中 相對於做銀行Teller那個 人家叫你阿Sir 是不是 然後跟著有很多內幕料 以為自己很懂事 就將一些查案的內幕料 其實就是在網台聽回來的 那些奇案 就拿來在別人同學面前在吹 總會把那件化妝妹的舊同學 就是那些偽進仔 做化妝的那些舊同學 賣化妝小姐那些 賣化妝品那些 那你就覺得自己是沒得輸 偽進仔沒得輸 所以我經常都說 前線手足是不需要跟他鬥嘴 說粗口罵他 什麼黑警死全家 都免得說這些說話 其實你只要撕走他阿Sir這兩個字 就變成PK等 現在這樣 你以為他渴求認同的地步 是淪落到 要求一班廢佬 給他手指攻他 連李斯煙獻花 大哥我憤怒走了 如果正常 都要笑到合不拢嘴 那你可想而知就是什麼 當警察沒有了別人的尊敬的時候 他的肛環掉到地上的時候 他就什麼都不是 現在他們的處境就是這樣 我分析給大家聽 這個明星足球隊蔓宴 鄧炳強的那番說話 正正反映到就是這樣 當他們的肛環在社會主流裡面 都視他們一班不守法 是虐打示威者 暴力警察 黑警的時候 他就唯有在這些廢佬那裡 給我手指攻 我就為大家赴湯道訪 他對著明星足球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對著社團都可以這樣說 只要你支持我 只要你港台肯支持我 如果我就動你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 市民就是很簡單的 我覺得 我們做人 很有禮貌的 看到警察叫聲公安 真的 不需要再叫警察 這件事 不是因為你做警察 而我們叫你警察 是因為你們做的事出來 得到別人尊敬 而得到這個尊稱 但是當你們做的事 已經沒有了這個尊敬 沒有了這個尊重 甚至你們自己不尊重自己身份的時候 我為甚麼叫你做警察 警察是甚麼 我叫消防員做警察 應該叫警察 我應該叫醫生做警察 如果之後 叫警察 叫警察 為甚麼叫警察 叫警察 所有記者 麻煩你不要再在記者會上 叫江警察 甚麼警察 禮貌點叫聲江先生 如果不是叫江公安 這就是我建議大家做的事 你想想痛不欲生 他以為偽進自己做警察 在同學聚會裏面發聲 那些化妝小姐 托著頭看著他 覺得他的人生裏面 為甚麼會懂得這麼多東西 會懂得這麼多人 現在很難 現在不是那麼容易騙 現在還可以 不是吧 不過現在港女覺醒的速度很快 我知道 這個很難 以我所知 之後就很難 很難 之前可能還可以 前幾年可能還可以 其實雨傘運動之後 已經是困難了 不是很久以前的樣子 已經是倒退得很厲害 你看到這幾年來 雨傘運動之後 多了很多所謂休班警 那些罪案出來 拍群底 換老力 假老換真老 其實這些休班警 這些案件是越來越多 你老實 甚麼是休班警 是警察犯罪 就是警察 休班警 警察就是警察 我們有沒有說休班老師 如果中學老師去性侵的話 就是中學老師性侵 他在課餘性侵和課堂上性侵 你報紙寫的標題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有老師偷底褲 你不會說有班老師偷底褲 或者課後老師性侵女學生 不會這樣 你也會寫中學老師性侵女學生 所以其實平時 你見到報紙寫標題 已經對他們是讓三分 好像是說他都不是在 Duty on duty 那時候犯罪 我想問一下犯罪就是犯罪 是不是他休班犯罪時沒有那麼嚴重 在警署強姦就嚴重一點 在警署外面強姦就沒有那麼嚴重嗎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取消休班警犯罪 警察犯罪 標題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 警察不是犯罪 又犯罪 或者再犯罪 又有警察犯罪 無偉忠自己說的 警察犯罪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有史以來最高的 那你真的不能輸 危俊仔 我就是說 上有好者下有甚言 上良不勝就下良歪 當你上面那些是這樣的時候 你堪說 喂 中層下面那些 個個都變成卡拉OK陪客 你所謂都是總警司 是不是 不要說群罪這些彈散垃圾廢路 還要是一個唱K的陪客 還有我覺得唱K這件事都很歐 歐的 已經很少了 還有跟曾志偉唱K就歐上加歐 你唱朋友 大哥 你真的 還有曾志偉 連陳國強都離開了TVB 他們以後都不會再有 這個開心的掌門人那些拍的 以前是因為陳國強 沒有了保護傘 就是 還有戲拍嗎 有人看嗎 黃禎那套 肥龍過江 是否有票房 票房有多少 你是今年拍的 今年是賀碎片 香港有上 大陸上不到 有多少 他比黃子華拋贏多少 黃子華起碼兩千多萬 三千多萬 我想肥龍過江三百多萬都沒有 還有最好笑的是什麼 以為是泵著大陸 為什麼大陸所有賀碎片 沒有得上 結果一旺過玩完了 投資者玩完了 整套電影玩完了 好了 這些人就會逐步回流回來賺錢 我告訴你 就好像黃祖南那些什麼 需要共慶的 當他回來 申開的手紋 我們拿錢的時候 預約你的街 過主 你這個不是學台灣人嗎 學台灣館長話了 你看黃安飯的大哥 回到台灣 不是學館長 他有個KOL館長 館長是很大隻的 好像是 海軍陸戰隊 他講的 這個病毒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國籍 喜歡的時候就做台灣人 不喜歡的時候就喜歡做大陸人 醫病 黃安就回到台灣 為什麼不留在大陸醫治 所以我就說 你看到那些什麼大S小S 第一我就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我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有他們的娛樂新聞在香港出現 他跟他外母吵架 他跟他老公是誰 大哥 連一個正當的明星都不是 其實只是一個娛樂圈的主持 連拍過一套什麼電影 大家留下印象的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沒有的 這些這樣的 還有什麼 那時候撲口罩罵蘇貞昌的那個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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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說到什麼人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這些娛樂圈的人 只是一樣東西 就是那種搵食格 是很令人厭惡的 那種融族和搵食格的程度 而你身為一個警隊的一哥 一個警隊的抓職人 你跟這些搵食格 他連拆鞋的樣子特別噁心 你知道嗎 射著射著那一隻 是握手要兩隻手抓住你的 然後還要一路握手 還不放 以後多多看著弟弟 射著射著那些 你想一下 你圍繞著那些人 而他覺得自己很過癮 很滿足的 你可想而知這是什麼人 你見到成龍那段片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說普通話 其實有大陸人在 本身已經有大陸人在 不然怎麼會無故說普通話 無故說普通話 在場有大陸人 當然 有沒有大陸公安 不然怎麼會無故說普通話 這件事是不會無的放肆 肯定有大陸人在 你說中聯辦會不會沒有 好 那就要找人刺灰了 是啊 我覺得有 沈家衛要洗底 麻煩你拿個名單出來 不過他也不會認得 那些公安國安 沈家衛有請客也不奇怪 可能每人送一個IT 送件衣服給他 送件IT的底褲給他們 好 休息一會 人民超市APP有得下載了 小褻 match prima 伶擺 人家衛 元 還 去 感谢观看